有雪橋堆雪人滑雪 荷花山上一片陰白色的世界 民眾玩得好開心 气象局预告 下一波冷空气强度直逼 大陆冷气团等级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机会下雪 追雪族摸拳擦掌 但今年想上山追雪前 得准备多一些 想开车上山 雪恋是必备 车子没雪恋不给劲 但业者说 雪恋涨价了 而且涨幅还不小 像是一般的轿车 去年一组雪恋 大概是1800元起跳 休旅车3000元 但今年轿车变2300元 休旅车则是3500元 平均涨幅在500元左右 一个雪恋怎么可能 说多500元 原物料上涨 500元是什么概念 有如果比较care的 我觉得比较多一点 也可以接受 如果想去涨雪500元 也可以接受 民众如果不想买 也可以赶用租的 目前租金还没传出 有提升 但现在万物起涨 连上山赏雪都得 售荷包 借这种想象 今天景城南投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雪都得很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